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关于前列腺癌和前列腺疾病的诊断治疗的讨论部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线上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希望在问问题的时候比较简短一些 广东的高先生 广东高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美国现在一般比较通用的全内腺的手术 就是真身切除啊 这个手术仪器一般现在最先性的是用什么仪器 第二个就是全内腺真身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可逆性的 比如说用某种药物进行局部的腺体之间的注射 使他这些激发某种因子然后让他这个这个就是说自然的收缩 有没有这种的做法 就是说他能不能可逆的就是不像癌症的什么 长了以后他就不可能收回去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谢谢 好 广东高先生提的非常好的一些问题啊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美国这边做研究 大家这个专业都是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专业 我不知道他这些问题你能不能 对 他是指说是全内腺的增生 增生肥大 是良性的增生肥大 那这个我不是很有研究 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就是说好像注射什么东西让这个肥大缩下来 不是很清楚 不过如果真的有那个有兴趣 下次我们倒是可以谈这个谈这个话题 是 对 全内腺肥大通常也不会是导致全内腺癌的一种原因 对 所以我是不太记得说全内腺肥大会把它这样等于说是除掉 除非有些人肥大到他的功能受到影响 我们刚刚讲了他这个排便的或是尿液或是性功能受到影响 那我想他们就会想说可能是说怎么样缩小或者是切除 这个我还没有很大的研究 所以不是很清楚 好 我们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广东的吴先生 广东的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问一下创家 就是那个烂量的时候还分叉很厉害 然后烂量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液体一样的东西留在 会不会是全内腺肥大或者是全内腺炎的 另外一到晚 听他那些电台就是讲那个全内腺炎一些的那些疾病 他说就把那个全内腺炎锁在海南之下 或者海南控制的一种疾病 还有说到他们来做什么可以一定的 机关导龙或者微肠导龙手术 前面美国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技术 我想问一下这样 谢谢啊 广东的吴先生 还是电话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 我不知道 他好像是前面是讲说 这个发炎有些这个症状是不是到底是全内腺炎呢 还是全内腺炎 那这个就要再去就是到医生那边去检查 就是说他可能希望也了解一些美国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先进的一些 无论是治疗前列腺炎或者治疗前列腺炎的这样的先进的手术方法 手术方法的话他现在是当时很多 他们甚至有用这个就是机器人来做 做这个切除的手术 那手术他有些是直接从腹部就切 腹部切开进去 可是后来就发现有些方法他们可以减少这个伤口 他们甚至有从这个等于说是从肛门前面一个小个进去 有不同的方法 那甚至有刚刚讲的机器人 那有些还是可以从等于说尿道进去 那那个是对已经长出来癌症细胞 他有尿道进去切一些细胞出来 对那种很晚期的已经扩散 他能够让他切掉一点 让整个其他的症状能够消失 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 有没有可以就是治疗前列腺炎的药物的开发 有没有说新的这样的发展 治疗因为有一些药物像我们讲的荷尔蒙的药物 不过只因为荷尔蒙的药物让这个激素减低化 他们觉得效果不一定比较好 那当然还有化学化疗的药物 就是荷尔蒙治疗或是晚期了已经不能开刀怎么样的 有化疗的药物 化疗的药物是有了 对对对对 手术方面的这样的治疗方法基本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 没有什么最新的这样的一些 对手术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副作用 比如说这性功能可能大概七八十的人都会有问题 手术之后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保健原理关于前列腺癌的诊断和治疗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线上还有好几位观众和听众电话 在这里 我们今天就不能接了 不过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乔治生大学的梁文基博士参见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感谢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积极的参与 提醒大家专家或者医生提供的只是一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某一方面疾病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到当地医生那里去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欢迎大家给保健原理节目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希望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法 好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谈癌症的治疗 那么晒黑的皮肤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健康的象征 现在呢它能危害健康 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被诊断 患有恶性的皮肤癌 那么现在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发展出一种新的药物来保护皮肤 不受到太阳的侵害 美国之音的报道 凯西·赫米斯自称是太阳女神 她全家人都喜欢在户外享受阳光 但是他们发现暴晒在阳光下是有危险的 我会担心得皮肤癌 但是这不会让我远离阳光 有时候光靠防晒油还不够 随着年龄增加 皮肤上的最上层会变得很薄 松懈 这时原本可以防止阳光穿透深层皮肤的功能就丧失了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的研究员研发了一种新药物 用来防止日光性矫化病 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皮肤癌 这种提炼自维生素B3的药物叫做甲基尼古丁酸脂 它为上层皮肤的感受器提供保护作用 让皮肤不受紫外线的损害 人体在晒伤之前可以承受的紫外线照射量提高了10%到20% 这种药物是一种擦在皮肤上的乳霜 两次临床前的实验中研究员表示 结果证明这种药物是安全而且有效的 可以增强皮肤对太阳光的抵抗 甲基尼古丁酸脂就像在你的身体里添加了防晒系数 医生说凯西和她的孩子仍然需要当心 但是这种新药可以降低那些想享受阳光的人 患皮肤癌的风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